你 爸 爸 爸 把钱吐出来 给万书记报仇孙愿 孙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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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下吧 你来干什么呀 不是让你去县里的吗 都这会儿了 你就别操心这个了 你们呀 该干啥干啥去 别因为我 把这建厂的事给耽误了 我这儿挺好的 都到这儿了 还嘴硬呢 怎么挺好的 财良 村里的事就交给你了 村民们要有什么情绪 你多跟他们解释解释 解释 跟他们解释得着吗 谁跟我解释一下呢 等回头你去打听打听 看看村里人对这个事是怎么看的 大家都觉得 王家占了天大的便宜了 就他们老王家自己不满足 背后还搞小动作 把你弄到这儿来了 这不就是恩将仇报嘛 你行的吧 少说两句吧 要不你到处去惹是生非 弄成这边的事来 闹到法院去 我至于吗 那 那我不也是为了工程进度吗 你也要说 他俩啊 你说 咱俩俩大班子的这么些年 你觉得我万善堂是个什么人 没说的 我知道大家怎么看过 两个字 霸道 是吧 万书记 咱外家庄的人 都念着您的好呢 可是你知道啊 我从来就没有欺负过人吧 没有 没有 可能啊 是我把自己看得太重了 我总觉得我的肩上 担着万家庄人的日子 沉啊 子达 创业一开始 大伙都听过的 我说什么 大家就做什么 这一会儿都三十年了 我靠的是什么呀 靠的是我万战堂霸道 我真是越来越不会干了 我就是想不通 我万战堂只顾自己 不管别人就对了 我看着他们战机里的便宜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让他们去战 这就对了吗 万书记 你别生气 这么多年了 您的功劳苦劳 大家伙都看得清清楚楚 心里头都 都记着呢 我不是生气 我确实是有些相同团 记得 第一次跟着先领导出国考察 办护照 开一个无犯罪记录证明 我就去找理工安 他还跟我开玩笑呢 他说 你这个老家伙 这辈子没有犯罪的机会了 这回啊 当案里不干净了 这回啊 我说了 你们回吧 爸 我问什么件 怎么了 我问什么件 爸 爸 我问什么件 爸 爸 爸 我问什么件 对不起 或者你干嘛去啊 大家别静呀 听我解释 万书记的事和我们家没有关系 我还专门找到调查组的人 跟他们去解释了 不信你们去问他们 你少往别人生来 你们老王家恩将仇报 咱俩便宜又害了万书记 把钱拖出来 给万书记报仇申运 申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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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仇申运 申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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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申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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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家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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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幸福 你给我出来 你不是爱讲道理吗 出来 我给你好好讲讲道理 出来 何幸福 外门打开 把门打开 出来 何幸福 出来 何幸福 出来 打开 打开 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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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个门怎么开啊 好 来 来 别胡闹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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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快点 长江 你干什么在这儿胡闹啊 黎叔 你让开啊 今天这事跟你没关系 我是警察 你跟这这种胡闹 怎么跟我没关系 真不得我管 我爸脑溢血 现在还在医院抢救 都是他们家给闹的 我今天来就是要跟他们算算账 对啊 算账 对啊 算账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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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家 你爸是在拘留所犯的病 跟人家有什么关系啊 别闹了 别闹了 回去吧 回去吧 我爸那是被他们气的 我爸那是被他们气的 不就是踢了他王庆来一脚吗 人都抓到拘留所去了 现在脑溢血了 这个账怎么不算 对 对啊 你爸现在还躺在病床上呢 你不去照顾他 在这儿胡闹 你还像个儿子吗 你说你让开啊 别因为近习家人 再少少你 你敢 坐这儿 我今天在这儿 我看谁敢乱动 动一下 你是不是非要这样 非要这样 是不是非要这样 非要这样 行 你要有能耐 带着你的人 在这儿守一辈子 一辈子别离开 何幸福 如果我爸有个三长两短的 谁都保不了你们家 我卧船家处的 没完了你 再来 再来 守一辈子啊 一辈子 守一辈子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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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 赶紧走 赶紧走 青莱 静甫 来 把门打开 人都走了 来 开门 人都走了 好 来吧 李冯官 谢谢李叔 你来得太及时了 你要是再晚了一会儿 这还不知道出多大的事呢 这财良给我打电话 说万书记在拘留所发病了 我就怕出事 赶紧带人过来 谢谢叔 谢谢李 谢谢 这事怎么闹成这样了 那接下来怎么办啊 我看 这些群众啊 这一时半会儿的 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李叔 万书记现在情况咋样了 人是抢救过来了 还在健护室观察呢 看恢复情况呗 你们就别操心他了 你们打算怎么办 怎么办啊 小王 你们请先回去吧 所里事挺多的 我一会儿就回去 好的 好的 对 行了 都别愣着了 咱们收拾收拾吧 对对对 屋里坐 屋里坐 现在就盼着万书记啊 养好身体 赶快出院 甭管咋说 他是个讲理的人呐 又是书记 他不会像传家这样混蛋啊 那他要一时半会儿 好不了呢 幸福 要不 你先回你娘家待几天吧 我不回去 我不能让我妈跟着我一块儿担惊受怕呀 再说俩村就离这么近 这能躲到哪儿去啊 就不能让万传家别再胡闹了吗 快 谁呀 咋了这是 谁呀 看看 不危险啊 请来这儿待不住了 带上你媳妇进城 到清镇那儿躲躲去 这倒是个好主意 你们出去躲躲吧 别犹豫了 进城吧